狗狗喂食量的计算 其实很多人养小狗狗之后呢 都想就是养得更精细一点 养得更好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都会非常介意啊 就是每一顿要吃多少 一天要吃几顿 甚至有很多客户跟我去讲 哎呀那个 上面的卖家告诉他 这一顿要吃十颗狗粮 然后一天要吃几顿 然后以此类推 但往往我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思维方法呢 要不然造成营养不良 要不然可能就是营养过于丰富 那么营养不良甚至我们严重的 会看到一些 比如像是贫血性的休克 或者是营养不良性 滴血糖性的休克等等的 我不建议一个刻板的公式 因为每个机体都不痛 哪个例方 我吃一碗饭能饱 可能在我这个体重上 有人吃半碗就能饱 可能有人吃两碗还不饱 这是因为他们基础 代谢的一个速率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太刻板 如果我们真的要有 先有一个概念的话 每个狗粮的后面 都会根据自己的年龄大小 和公斤体重数 给予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那通过这个建议 你每天去给它做一个增结 比如按照这个建议 吃了好几天 肚子别别的 吃少了 那个小狗看起来饿得要命 比如说按照这个建议 我给它再多一点了之后 发现肚子每天浑圆浑圆的 吃的比那个大便出来的多多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吃多了 所以动态 去掌握一个平衡就好 不要太焦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